所以佛你看看 一切经论里面都讲到义正庄严 庄严两个字我们有没有呢 如果没有 怎么能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 庄严这两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 真善美慧 我们有没有 真善美慧 表现在我们容貌体质因神之中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是什么 自己看不到自己 天天照镜子 照镜子是修学很好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大镜子 常常照照 看看自己的一举一动 看看自己的容颜 表态 用这个方法来修正自己的过失 求别人教你 难了 谁也不肯得罪人 谁都希望做好人 何必跟人家做冤家 做对头 没有人教我们 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 人家在旁边看笑话 在背后论是非 能说我们过时的人 真正关心 真正爱护 现在找不到了 在从前还有父母 还有老师 现在父母也不敢说了 老师更不敢说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 现前的社会状况 怎样 修养自己的品德 正上自己的学业 你不靠自己 靠谁 现在物质文明发达 我们买一面大的镜子 买来做什么用呢 照自己 不是照别人的 会修行的人 看到别人 就能够回光返照 想到自己 这是好事情 这是正确的 别人有善心 我立刻想象我有没有 别人做窝 我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做过 所以社会上 一切人事物也是一面大镜子 会用的人 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 关键的 在会与不会 人与人之间 第一个印象 就是跟你见面 你的容预 你的身体 如果我们学佛的人 身体不健康 就不能叫社会大众 对佛法生起信心 你看你学佛的 你不健康 佛不能学 学佛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的罪业 我们把佛的形象破坏 佛法 一报正报 都庄严了 我们学佛 就是佛的一个代表 佛的形象 我们破坏了佛的形象 我们造他了佛的形象 我们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自己还不知道 这个很可怕 所以调心 调身 佛在经论里面 讲的很多很多 尤其是借金 经论里面 多半是教我们调心的 戒律里面 多半是教我们调身的 身心健康 这社会大众才需要 才欢喜 所以佛法 不忽略现实 我们要有美好的容颜 接待大众 要有健康的心态 展示给别人看 这个就是借银 广大众生